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不学无术解发愁 那么我上一个视频因为得到了大佬的台爱 所以粉丝长得很快,马上就要破万了 哇,这个心情 我也马上是一个万粉的up主啊 在上周末我的粉丝达到9500人的时候 发了一条微博去征集大家的建议 怎么样去做这个万粉福利 因为当时我已经有9500粉了 我心想这破万就是一两天的事嘛 当时我发视频的时候我刚好破万 完美 可这已经过去5天了还没破万 哇,还这么难的吗 这难道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吗 不过不要紧我这个视频照发布 因为我不相信我这辈子粉丝破不了一万 这一期视频的内容是25 facts about me 也就是关于我的25件事 我本来其实是想录一期50 facts about me 但是我真的列了半篇 我都列不出来 我自己的50个小秘密 我真的是像泉水一样清澈的男子呢 第一,为什么要叫不学无术 我也发愁 因为当时在注册哔哩哔哩的时候 我是在一个公交车上面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一个比较难熬的阶段 我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不学无术 但是我不是不学无术我不发愁 我是不学无术我也发愁 所以这个名字就这么来了 第二,我害怕坐飞机 虽然我已经飞了很多次了 但是我还是害怕坐飞机 尤其是当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 我的浑身肌肉都会紧张的收缩 我的脚趾都在鞋里面都会 第三,在茶喝咖啡里面 我比较喜欢喝茶 amount all的茶 我最喜欢茉莉发茶 第四,我超级喜欢看香港的僵尸片 我可能看过所有的香港早期的僵尸片和鬼片 日本的真子 吸血鬼 小丑 其实我的盖子的小丑很恐怖的点在哪啊 第五,我以前数学很好 现在数学很差 这两年我好像算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时差 就没有算对过椅子 等一下 如果时差是一个小时的话 那我也没算对过 第六,我喜欢走路 而且非常喜欢走路 在旅行的时候 我一般如果只是四五公里的路程的话 我都会走路而不回去坐车 我最长一次可能是在昆明一天之内走了25公里 第七,我不喜欢吃零食和甜品 我也不喜欢喝饮料和奶茶 可我可能偶尔会想喝一点羊多绿茶和可乐 但是其他时候除非我是饿疯了 不然的话我对这些东西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第八,虽然我父母都戴眼镜 但是我不戴眼镜 所以我很羡慕那些戴眼镜的人 我觉得他们看着很有学问 第九,我很少看动漫 我对动漫的兴趣不是很浓郁 与其看动漫的话 我更愿意去看一些日本的电影 日本的电视剧 还有它的纪录片 第十五,平常收到特别快 第十一,我很懒 如果不是录视频以后出门的话 也不太会收拾家 但是我可能每个月良心发现一次 会把自己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然后把房间收拾的漂亮亮的 然后过两个小时就全部乱掉 十二,我喜欢看音乐剧和歌剧 因为大军的时候我上了一个歌剧鉴赏的选修课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歌剧 然后拓展到音乐剧 因为真的是超级爽 十三,我不可以长时间不出门 没错,我很懒 但是我懒是懒在懒的收拾房间 但不是懒在懒的出门 因为长时间我不出门的话 我的心情会特别糟 其实我后来也在网上读到过 如果你是抑郁或者是心情不好的话 我也建议你多出门走一走 你不需要去做什么 只要在有太阳的时候 出门时在太阳就会好很多了 十四,我会自言自语 而且经常自言自语 我经常用英语和日语自言自语 因为这样的话别人听不懂 但是因为我马上去英国了 英国人能听懂英语 所以我可能会开始用中文自言自语 十五,其实我最开始是想做一个科技up主的 你现在如果回头去看我第一个视频的话 你就会发现,因为人家真的很想搞鸡嘛 十六,我真的没有什么运动细胞 除了游泳以外我一个也干不来 游泳的话我也只是在死不了的level上 十七,我很容易不耐烦 而且我经常对自己的不耐烦 完全没有意识 但是奇怪的是 当周围所有的人都很耐烦的时候 我可能会表现的不耐烦 但是当所有的人都不耐烦的时候 我又表现的非常耐烦 十八,我最喜欢的YouTuber是 Ryan Higa和Wonful Productions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厉害很优秀的Asian Americans 如果你没看过他们的视频的话 我也建议去看看他们的视频 十九,我很喜欢逛超市 但是是国外的超市 因为国内超市人太多也太吵了 二十,我记性很差 二十,我记性很差 which I already said 二十一,我非常喜欢吃海底捞的火锅 虽然我也吃过其他成都和重庆的火锅 独立纪录片 我最近正在看的是中国版的 计时72小时 二十三,除了个别期的我是个歌手以外 我几乎不看国内的任何综艺和电视剧 因为我觉得剧情很没有意思 不能够吸引到我 二十四,我不喜欢玩游戏 或者说我在让自己不喜欢玩游戏 因为曾经我也非常喜欢玩游戏 然后没日没夜的玩 后来我发现这样太耽误事了 就让自己尽量不去玩游戏 这样的话我就不会上瘾了 二十五,我很在意自己的权益 有没有被侵犯 有些人看我视频很多觉得我是一个很温顺的人 我抗争不行的话那我就会走开 我就会在抗争之前就走开 因为我不能够忍受自己的权益 被恶意的侵犯和践踏 我的维权足迹也遍布中国,美国,英国,日 这么一想,因为自己好烦啊 好了,以上就是关于我的二十五件事了 那么当我的粉丝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 可能会录一个Q&A 那么今天就这样了 如果你喜欢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一个赞 一个留言 一个弹幕 一个收藏 好,拜拜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不学无数也发愁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不学无数也发愁 我上一个视频